作词 李宗盛 我就有一个体会 对于好的导演来说 再细的编剧也是粗 因为你要把它变得更细 对于好的演员来说 再好的导演也是粗 因为你要比他还要细 导演一顾全片 你演员就管你自己 我为什么后来当编剧导演 因为他就这么练出来的 1963年电影上映之后 受到了来自观众 专家 领导 各方面的好评 第一次尝试一人演两绝的王小棠 也让观众眼前一亮 那一年百花奖的评委投票中 王小棠以全票当选最佳女主角 这在百花奖历史上是第一次 今天是可以用IP来说 当年是没有这个词了 这部小说有一定的群众影响 但是这部电影 把烟火乘风斗骨城 大面积的扩散出去 我觉得王小棠功不可谋 美丽神wing 小棠是双赫历祭之辅